新闻的热点 财经的试点 这里是中国财经报道 我是江林 今天是2019年7月17号 现在是下午3点钟 我们一起来看 本时段的财经要闻 农业农村部 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 6月份猪肉批发市场 均价每公斤21.59元 环比上涨4.7% 同比上涨29.8% 猪肉市场供给偏颈的状况 集中显现 未来价格上涨预期较强 那么供需偏颈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来听一听权威发布 主要是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 去年四季度以来 生猪和人繁母猪的产能 持续下降 猪肉市场供给偏颈的效应 近期开始集中显现 去年10月份 农业农村部监测的400个县 能繁母猪存栏量 同比降幅达到5.9% 已经超过了5%的预警线 之后降幅逐月扩大 到今年6月份 能繁母猪存栏量 同比降幅达到26.7% 按照生猪的生产规律 从母猪怀孕 子猪出生到育肥猪出栏 大约需要10个月的时间 这也是导致今年6-7月份开始 生猪供应趋紧 价格持续上涨的主要原因 预计下半年 猪肉供需的关系进一步趋紧 猪价继续上涨的压力较大 猪肉产能下降也直接导致了 玉米价格的回调 4月份以前 玉米饲料消费预期降低 价格持续下跌 不过进入5月中下旬 受中美新一轮加征关税 和草地摊业额虫害影响 市场看涨的预期增强 价格呈上涨态势 从后期走势看 目前零土玉米库存 依然较为充足 玉米适用需求 受非洲猪瘟的疫情影响 稳中偏弱 预计玉米市场 供需大体平衡 价格继续大幅上涨的 可能性不大 水果价格是今年 影响物价上涨最快的品类 那今天农业农村部 也发布了6月份 重点水果价格数据 到底哪些水果价格上涨过快 未来价格走势如何 我们继续来看 相关解读 6月份农业农村部 重点监测的6种水果 富士苹果 鸭梨 西瓜 香蕉 菠萝和飓风葡萄的均价是 每公斤8.39元 环比上涨11.1% 涨幅收窄8个百分点 但同比仍然上涨51.7% 今年上半年以来 确实水果的价格涨幅比较大 其中关注度最高的 富士苹果 鸭梨 同比分别高106.2%和165.5% 农业农村部新闻发言人表示 由于苹果 梨等主产区 去年春季遭受稻春寒天气 减产幅度较大 加之今年春季 南方荔枝等部分热带水果 也有所减产 导致短期内水果市场供给偏紧 而近期随着西瓜 甜瓜 桃等 夏季时令水果大量上市 水果市场供给总量充足 价格涨势趋缓 后期有望步入季节性下行走势 此外 陕西 甘肃等苹果主产区 生产总体良好 产量有望明显恢复 部分地区增产30%左右 预计秋季苹果大量上市后 价格将高位回落 值得关注的是 6月份全国西瓜批发均价 每公斤3.28元 环比下跌29.5% 这已是连续第8周下跌 来关注户籍制度改革 记者今天获悉 国家发改委正在进一步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打通在城镇稳定就业居住 5年以上和举家迁徙的 农业转移人口等重点群体的落户通道 国家发改委将推动各地 允许租赁房屋的常住人口 在城市公共户口落户 确保有意愿 有能力 有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 在城市应落近落 便捷落户 同时推广第二批国家 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等区域经验 其中就包括福建永安 山东周城 设立城市社区集体户或企业集体户 解决无防外来人口 无处落户难题 那么可能通过一个集体户口的 这样的一个方式 一个企业或者说一个机构 设立一个集体户口 能够让这些一批人能够在城市里头 有一个落户的地址来解决这个问题 此外 为了解决农民进城之后的资金问题 国家发改委也鼓励地方推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室 例如海南文昌允许村集体有偿回收农户自愿退出的宅基地 并转变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室 已经决心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人来说 等于是给它增加了一份 它可以在进城安家落户的一个资金保障 现在也特别强调 各个地方在接受进城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的时候 不得已放弃它在从集体经济组织的各项权利 比如说是它的宅基地的使用权利 每年暑期 驾校都会迎来一个报名的旺季 可是今年记者却发现 在北京的多家驾校都出现了一些报名点 关店 冷清的情况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我们来看报道 记者走访了几家驾校报名点发现 一些驾校报名点已经紧锁着大门 只留下了联络号码 甚至有的报名点也只剩下了一个驾赔的招牌 据了解 随着近年来 驾校新招收学员逐年下降 驾驶培训行业往年的火爆场景不在 以北上广深等国内一线城市为例 目前驾校报名价格大体在4500元到6500元之间 同比2017年年初略有下跌 而比起前几年动辄八九千甚至过万的价格 可以说是大打折扣 而今年为了抢占市场 北京一些驾校的培训价格甚至可以低于3000元 在北京一家大型驾校记者了解到 以平日班为例 2017年价格在4480元 2018年降到4280元 今年继续下降至4080元 而为了吸引更多学员 驾校也推出了学费折扣 开设绿色通道等优惠措施 即使这样 每年的招生量还是不断在减少 这个时候我们有不到800台车 那么从17年我们淘汰了150多台车 到18年又减少了150多台车 现在我们有大概是500多台车的数量 那这个招生的量 也从原来的五六万人达到现在的 降到现在四万多人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 由于声援紧张加上新政实施 目前北京的多家驾校 都出现了亏损倒闭等状况 而驾校也在想尽办法来积极转型 但是声援减少的瓶颈 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那么驾校该如何应对呢 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采访 记者了解到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学车中介平台的出现 严重冲击了传统驾校的生存空间 而随着驾驶培训市场 以及学费价格管制的开放 行业供需关系也发生逆转 现在全国驾培市场放开了 原来可能一个区一个县 可能一个省 可能一个市区 可能有一两个 现在可能已经到县了 都能开个 它只要符合要求 可能都能开个七八件这样的 所以说竞争也是比较残酷 驾驾行业的驾校的数量 从之前的17年是17000多所 到了今年年初的时候 到了19000多所 所以驾驾的供给数量 是在增加的 但在驾培机构数量 不断上升的同时 驾培行业新增许元素 却在持续下降 数据显示 2016至2018年 我国驾培行业新增许元素 持续三年下降 其中2018年下降幅度 达到10% 由此可见 驾培市场供需 呈现不平衡的状态 供大于求 已成市场常态 业内人士表示 2019年 价培市场形势严峻 一些经营不善的 驾校将会被淘汰 行业将面临 新一轮的价格冲击 专家表示 就目前而言 价格战必远大于利 行业只有着眼于 学员多样化需求 提升服务链 价值链 整合产业链 才有可能赢得市场 湖南省水文水资源 勘测中心消息 7月16号晚上8点钟 洞庭湖成林基站 水位32.50米达到警戒水位 受前期强降雨影响 16号上午11点钟 湖南省共有9站水位超警戒 其中湘江流域7站 湘江干流衡阳至长沙段水位 仍在警戒水位以上 洞庭湖水位缓慢上涨 湖南省气象台介绍 从16号起的未来10天 湖南全省降雨将明显减弱 那最近不仅是我国 南方地区暴雨成灾 全球多地也遭受到了 洪水的威胁 尼泊尔 印度和孟加拉国 最近连降暴雨 导致这三个国家受灾引重 据美联社报道 尼泊尔因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 已经上升至78人 另有32人仍失踪 尼泊尔国家应急部门表示 自12号以来 暴雨导致多条河流决堤 并发生山水滑坡或泥石流 尼泊尔十多条高速公路关闭 部分地区通信塔倒塌 通信中断 目前当地已派出超过 4万名士兵以及警力 将食物 帐篷和药品等物资 运送到受灾民众手中 当地时间16号 印度东北部地区 暴雨引发的洪水和泥石流 淹没了附近村庄和国家公园 目前已有一千余名救援人员 前往灾区提供救援 印度卡其兰加国家公园 是宾威独角犀牛的栖息地 该州政府表示 公园几乎完全被淹没 犀牛和其他动物 正在人工建造的高地上避难 当地时间15号 由于强项与孟加拉国北部 盖班达地区的河流水位继续上涨 附近135个村庄受到影响 医疗队 志愿者和消防队队员 一直在受灾地区 为居民提供援助和救济 正在直播的中国财新报道 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16号 在南非发布的 2019年全球艾滋病报告显示 去年全球死于艾滋病的人数 仍然多达77万 预计将无法完成到2020年 把死亡人数控制在 50万人以下的目标 报告说 去年全球新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数 为170万人 和2010年相比下降了16% 这主要是因为南非和东非的 艾滋病防治工作 不断取得了进展 不过东非和南部非洲 仍然是全球艾滋病病毒 感染率最高的地区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执行主席古尼拉·卡尔松 在发布会上呼吁各国政府 加强对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领导 提高有效度和精准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